一起动动脑 萌萌,你早餐吃了什么东西啊? 我妈妈帮我准备了一个荷包蛋还有牛奶 萌萌哥哥的早餐也吃了荷包蛋还有牛奶耶 那哥哥问问看萌萌,你知不知道荷包蛋是什么变成的呢? 欸,荷包蛋,就是荷包蛋啊 萌萌,不对不对哦 那萌萌哥哥借这个机会问问看萌萌,还有小朋友好了 下面呢,有三个图片都是小朋友常常吃的哦 第一个就是萌萌哥哥跟萌萌吃的早餐,荷包蛋 第二个呢,就是豆干 第三个,白饭 想请问小朋友,这三个东西分别是什么变成的呢?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 小朋友,动动脑,想一想哦 嗯,荷包蛋 荷包蛋 嗯 哥哥提示一下哦 噗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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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,我知道了 是鸡蛋 没错,萌萌,你答对了 就是鸡蛋 荷包蛋就是鸡蛋变成的 我们把鸡蛋敲一敲 打开来 在锅子上面煎一煎,就变成好吃的荷包蛋了 而且鸡蛋是母鸡生出来的 小朋友知道吗 哦,原来我常常吃的荷包蛋 就是鸡蛋煎的哦 一个圆圆的鸡蛋 变成荷包蛋,完全不一样耶 对啊,很特别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图片 豆干是什么变成的呢 是 稻米变成的 还是 黄豆变成的呢 是 稻米吗 还是黄豆 柠檬哥哥,我不知道啊 没关系,萌萌 小朋友,你们知道了吗 答案就是 黄豆 而且黄豆可以做成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哦 真的吗 不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了 上次好像说过 豆浆也是耶 某某,你都还记得耶 你很棒哦 豆浆也是黄豆做成的 还有,还有 豆腐也是黄豆做成的哦 哇 哇 想不到黄豆可以做那么多东西 对啊,黄豆很厉害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图片 小朋友,你们知不知道 白饭是由什么做成的呢 嗯 嗯 嗯 吃稻米吗 白饭是稻米做成的 某某,你很棒 你答对了 白饭就是由稻米变成的 辛苦的农夫 将绿油油的秧苗插在田里面 细心地照顾它 等待它慢慢地茁壮 变成金黄色的稻碎 这时候就可以收成了 哦 农夫种稻米是非常地辛苦 所以小朋友记得 要把饭吃光光 这样才不会浪费食物哦 嗯 我都会把饭吃光光 某某很棒 都不会浪费食物 那我们今天认识了三种不同的食物 小朋友都记住了吗 嗯 下一次再来跟着某某哥 还有某某 一起来动动脑 连连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